大国左翼联盟领导人梅兰雄 在这次国民议会首轮投票 纵算一吐怨气 虽然输了四月份的总统大选 不过梅兰雄领导的新民众生态和社会联盟 在12号举行的国民议会首轮投票中 以相当些微的差距 赢了由总统马克宏领导的中间派同在联盟 梅兰雄还呼吁选民 在19号举行的第二轮投票中踊跃投票 而如果总派阵营赢得第二轮投票 并在国会中取得多数席次 不止梅兰雄可能成为总理 法国政坛也可能在25年后 再度出现左右共治的局面 法国史上曾出现过三次左右共治的局面 总统和总理都握有实权 因此是半总统治 如果执政党没能掌握国会多数 在政治考量下 总统必须任命反对派领袖为总理 不过如此一来 马克宏之后想推行的退休金改革等政策 势必会充满挑战 华人新闻不爱真意义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